因一场戏被删减,周星驰在现场大发雷霆 少林足球拍摄完成后,进入剪辑阶段 有一幕是周星驰和吴梦达分别后,独自坐在街上 被橱窗里的运动鞋吸引 驻足看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却被导购员赶走 后来剪辑师在没有告知周星驰的情况下 自作主张把它删减了 因为他觉得这场戏和之前校吴梦达推荐少林功夫 以及后面去废品站卖废品的剧情没有很大关联 然而周星驰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生气 因为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片段 仔细看就知道鞋贯穿整部电影 从一开始周星驰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鞋 先是穿梭在大城市各式各样的高跟鞋、皮鞋中 最后来到各种拖鞋的废品站 这不单讲的是鞋,背后映射的是人 鞋上有区分,人亦是如此 但是一个细节就能让观众产生共鸣 纵观他的电影,大多位弱者、社会底层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发生 这就是周星驰的洞察力 所以电影中的鞋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 删减后其中意义就会大大折扣 得知真正原因后,剪辑师才将这段剧情加上去 不光细节处理得很好 在电影构思之初,周星驰知道 要想脱颖而出,必须要做到独一无二 足球题材本就很少人尝试 所以周星驰选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这样发挥空间才更大 如果越是之前少人拍过 对于我来说越大兴趣 因为发挥的空间会更多一点 然而一切都是未知数 投资商也不愿意冒险 所以电影拍摄过程真是困难重重 为了节约成本,周星驰也是物尽其用 电影最后一场比赛拍摄是在珠海市一个体育场内 为了营造观看足球的热闹气氛 就需要大量群演 可这能容纳四万人的场子 光是群演的费用就能让剧组破产 为了搞定这个大场面 剧组想了很多种办法 要么使用特效处理 要么减少观众席的镜头 前者花销大,后者达不到效果 就在一筹摸展之际 周星驰提出一个办法 在拍摄时直接刊登广告 任何人都可以来观看拍戏 每天还能抽取幸运观众和新年合照 这一下观众席瞬间人山人海 大家都来看星爷 自然而然的充当了看台的群演 不光一分钱没花 拍摄效果还非常好看 完全不用担心冷场问题 真是一举两得 是很好的演员 不会乱笑的 都谁笑场 啊 周星驰 周星驰笑场 原来星爷拍戏 才是那个忍不住笑场的人 少林足球中 黄一飞和他唱歌的画面 非常景点了 可以看得出 两人都在笑场 拼拼凑凑 才勉强唱完这首歌 其实这一场戏 周星驰是希望 黄一飞可以严肃点 一本正经的唱 有种反差感 可黄一飞却持不同的意见 自己又不是歌手 本来就无音不全 严肃的效果不一定好 一向坚持自己想法的周星驰 决定两人按照各自的方法演唱 让剧组人员来评判 结果周星驰笑场 尊严重 根本控制不住 几乎没有一个片段是不笑的 无奈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笑场镜头 好在最终呈现出的喜剧效果 非常不错 还有四眼仔冯远恒 一开始这个修理工选角 并不是他 而是新爷在海选现场 选出的李胜斌 然而拍完之后 新爷对剧本做了改动 正在读大学的李胜斌 已经回了学校 无奈 新爷只好另找一员 恰好看到自己的编剧 冯远恒 当今了一段 让他重新出演 阴险狡诈的修理工 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份诚意和体育精神 多谢 大家不要紧张 我本身呢 是一个汽车维修员 这个班子呢 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 很合理吧 是是 长脸 戴眼镜 外加一副斯文败丽的模样 在他对面的新爷都忍不住笑场 在之后 新爷的电影里 也参演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喜剧之文中 张博之的渣男前男友 做母女 你有养我的 你不做母女 我哪有钱啊 我没钱怎么养你啊 功夫中 爆打星爷和林子聪的引进男 看来 这位先生对大眼镜的人士 有好深的承见了 我作为一个文员 在今次下的 是好合理 是好合和纵 我打个母帝 怎么还是针对我啊 还有《创家记号》里 渐渐的体育老师 不得不说 周星驰选择的眼光 非常毒辣 小弟 小孩子是不需要跳那么高的 那样是很不合情理的 你乖乖的再跳一次吧 在21届香港金像奖 颁奖典礼现场 林太太的这番话 吓得曾志伟 话都说不利索了 真度自在人生 真理永远长全的 现场气氛 也是一度降到冰点 那他是在针对谁呢 有传言说 是给台下的向华强听的 毕竟当时 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时 向华强曾在业内放话 谁敢跟周星驰合作 就是在跟向家作对 然而事实 却甩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电影上映后 火爆全球 票房远超三亿人民币 还获得了业内六大奖项 周星驰可谓是名利双收 这因如此 林太太和其先生林小明 作为唯一帮助他的投资商 林太太的那番话 自然而然被认为 是炮轰向华强 为了帮周星驰出气 然而真相却并非如此 周星驰上他领奖时 林太太顺势冲了上去 别人都以为 他作为制片人 便没有过多阻拦 等到周星驰发完言后 林太太便自顾自地 开始了演讲 我和我先生都挺感慨的 记得有一天 周星驰先生 和他的助手杨国飞先生 来找我们 支持 叫我们支持他们 跑这一步笑容足球 有人说我先生是傻的 跟道自在人生 跟你永远长全的 他的这番话 矛头对准的是 刚刚获得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 杰出青年导演 三料得主的周星驰 今日和后人 为何把事情闹得如此难看 其实林太太是少林足球的制片人 更是电影背后最大的投资商 还与国际董事长林小明的夫人 当年因为资金短缺 拉不到投资 电影差点没拍长 林小明顶着压力 帮助了周星驰 电影才得以顺利拍下去 可这时却起了纷争 少林足球在香港地区 取得六千多万的票房后 林小明和周星驰 从合作者变成了冤家 因为电影版权问题 打起了官司 林小明指控周星驰独吞 少林足球两千万以上的 副产品收益 包括VCD 游戏软件 漫画等 而周星驰也不甘示弱 反速还宇 没有按照合约分账 讨要七百万港币 你来我往 双方拉锯了许久 所以才有开头 林太太气不过 直接在颁奖典礼 内涵周星驰 不过最终 这场官司 以新爷反速胜利而告终 之后林小明 刻意拍摄了电影 见金先生阿星 明显就是故意针对周星驰 至此两人彻底倒掰 看来电影的背后 并不是光鲜亮丽的成功故事 而是充满挑战和竞争